在建筑设计的领域当中 荷兰建筑师雷姆·哈库斯 总是将建筑设计推到一个又一个的极致 全球其他的许多设计师都受到它的影响 时代杂志曾经将它评为 世界摆明最负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应该说库哈斯被中国人所熟悉 还是从他担任中央电视台新纸设计师开始 而有一点毋庸置疑 库哈斯所建造的任何建筑物 都是一场精心打造的表演 1975年库哈斯与埃利亚·曾格·荷里斯·扎哈·哈迪德一道 创立了大都会建筑师事务所 试图要通过理论及实践来探讨当今文化环境下 现代建筑发展的新思路 2003年由他设计完工的荷兰驻德国大使馆 项目赢得了很多的奖项 评论家们则将它视为是对于现代主义的重塑 我认为整体并肯在建筑或许多的拓层 增加在起康尾本这些拓层的拓层 像肯定就是并少了 因为我应该在内的拓层中的拓层点 但我们发现,我们不知道 也在这边有很多拓层中的拓层 2005年雷姆·库哈斯设计建造了这座位于葡萄牙城市波尔图的音乐厅 这座名为音乐之家的音乐厅由玻璃与混凝土的材质建造 与这座古老的城镇的其他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设计师并没有将这一栋现代建筑与周边的环境景观隔离开 而是将外面的景致透过窗子引入了室内 2006年雷姆·库哈斯受邀设计了位于伦敦海德公园的蛇形翼廊 他的作品与过去曾经受邀的名建筑师 比如说扎哈哈吉德以及丹尼尔·李伯金斯所设计的翼廊的性质相同 也就是说是一座临时性的翼廊展景 但是雷姆·库哈斯的设计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因为这是世界上首座悬浮空中的建筑 雷姆·库哈斯的许多研究和建筑作品都令人无解甚至是迷惑 但是不能不说他是当今最富有浪漫及乌托房色彩的建筑师之一 是建筑师中的艺术家 也因此受到了许多青年学生和建筑师的崇拜 我这次需要继续的军法 我这次有筛的军法 我们没有看大公价 我这次以为不是有浪漫的准备 我好想念不得不说是 我现在不不思许多有意欠货 我现在看大公价